736集 像军情处这种制度森严的部队 哪怕是这种轻松的交流会 通常情况之下也不允许随便说话的 但是无奈 德川长信的话说得太过气人 或者说他这牛逼吹得太大了 上来就吹出地球了 吹到了洪荒宇宙 这帮军官自然是隐忍不了 所以忍不住出言奚落 而各个中队的中队长虽然没有跟着一起嘲讽 但是也没有阻止自己的手下 德川长信似乎是听到了军情处一众军官的嘲讽 倒是也没有脑 转过头来笑着说道 诸位好像不信啊 那很简单 争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们用事实说话 话音已落 他立马冲一旁的徒弟 那个尖头窝过人使了个眼色冷声说道 福布啊 你出来跟我们这帮军情处的朋友演示演示 是 福布立马一点头 抱着手里的窝道大大大咧咧地走了出来 满脸傲然用生硬的中文说道 我手里这把刀跟锦盒中的这把刀一样 都是我们东阳第一刀制作完成后 剩下的边角料制作而成的 用你们划下的话就是 我这把刀 消铁如泥 你们可以找一些石块和钢材过来 让我试试效果 菜 吹牛吧 现在的钢材和合金硬度这么高 想做到消铁如泥 简直是笑话 一点边角料就吹得这么厉害 那他们的东阳第一刀一刀下去 是不是连地球都能毁灭了呀 几个士兵忍不住低声嘀咕道 林宇被他们这话给逗乐了 禁不住摇摇头 他对这个福布的话倒是相信 虽然这把刀不至于说 消铁如泥那么夸张吧 但是只要力道和技巧到位 把一些钢铁和石块斩断 那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福布长啊 能派人帮我们找些坚硬的石块 和金属过来吗 我们可以现场给你们表演表演 我们虚择帝国制造的刀剑 是多么的坚硬与完美 德川长信仰着头 冲胡海帆笑了笑 脸上浮现出了一股 显而易见的优越之情 胡海帆见到他这么说 倒也没有拒绝 冲一旁的警卫使了个眼色 沉生说道 去 带人找点坚硬的石块和金属过来 是 警卫员立马点点头 接着从最近的中队喊了几个人 跟他一起过去 哎 记住 胡海帆沉生说道 要坚硬的石块和金属 否则体现不出人家东洋刀的锋利 他特地强调了一下坚硬两个字 语气中多少带着一丝嘲讽的意味 是 警卫员等人一点头立马一起转身朝着远处的仓库跑去了 过了没多久 警卫员等人便开这辆小型的军用货车返了回来 只见后车斗里面宰满了石块和铁板等杂物 随后 警卫员等人跳下车有些挑衅般的扫了福布一眼 显然对自己挑选的石材和钢材很有信心 接着将车上的石块和钢板全部都搬了下来 他们带过来的这些个石块其实并不大 基本上都是以前训练中作为路障的石墩子 但是这些石墩子虽然个头一般 但是每一块都非常的沉 需要两个士兵一起才能搬下来 林宇仔细地一看 眼前不由一亮 发现警卫员等人搬来的石头竟然是石鹰岩 石鹰岩可以说是岩石之中最坚硬的食材了 仅次于蓝宝石、钻石等稀有宝石 而且这种石头不止坚固、致密 还具有一定的韧性 所以福布手里所拿的那把窝刀 想要像那天切开水泥鹿岩那么轻松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想将这种石鹰岩完全切下来 除了需要刀刃极其锋利之外 还需要极大的力道和技巧 师父 这帮小子可以啊 布城的注意力倒是完全被警卫员 他们搬来的铁板给吸引住了 他忍不住压低了声音 向向南天说道 这些钢板都是从报废的装甲车上 拆下来的吧 嗯 眼力不错 向南天满是赞赏的点点头 这帮小子倒是有些头脑 这帮窝国人看起来信心十足啊 您说他们的刀真有那么快吗 布城语气疑惑地说道 这个嘛 我也不知道 向南天皱着眉头说道 他们那个东阳第一刀我确实听过 虽然没见过 但是知道多半不是凡物 肯定不是一般的兵器所能比拟的 但是这两把什么所谓的边角料宝刀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吹牛 说不定一会儿就露馅了 布城面无表情地说道 眼神锐利地望着远处的那个腹部 此时腹部已经拿着刀缓缓地夺步 到了其中的一块石头跟前 冷声说道 等待你们的烟警 抢好了 他话音已落 大喝一声 双手紧紧地握着手里的窝刀 高高举过头顶 接着脚下用力一踏 再次大喝一声 对准眼前的这个石鹰岩 手里的窝刀闪电般地落下 只听针的一声 金属划过石块的尖锐刺耳之声响起 最后那块石鹰岩 一个角已经整整齐齐地被斩了下来 露出了一个很大的切面 整个平面平整光滑 而且因为石鹰岩的特殊材质 在阳光下反射着一种奇异的色彩 而此时腹部已经对着众人 旋转了一下手里的那把窝刀 只见窝刀仍旧锋芒毕露 折射着森寒的光芒 众人见状 面色不由一变 显然 没想到这把东阳刀竟然会如此的锋利 整个训练场陡然间安静下来 落针可闻了 就像德川长信刚才说的那样 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 唯有事实 最有说服力 胡海帆的面色也不由得微微一变 不过他很快恢复了正常 德川长信则是满脸得意 高高地仰起了头 接着直指场地中间的铁板 冲伏布说道 解续 符布一点头走过去 一只手将一块足有十几厘米厚 一平米见方的钢板抓起来 接着咬牙运足力道 用力地将手里的钢板往泥地里一戳 只见那厚重的钢板竟然就被它捏着硬生生地戳进了地里数公分 稳稳地立住 腹部甩了甩手 脸上有些桀骜 显然 他是故意显摆 将钢板立住之后 他跟先前那样大喝一声 随后再次将窝刀举过头顶 脚下猛地一踏 大声一喝 双臂陡然间运足了力道 手中的窝刀骤然间迅速而下 再一次争的一声 尖锐之声传来 那块厚实的铁板 并没有被一刀斩作两半 毕竟高度太高了 但是 腹部手里的刀 却已经生生地在那铁板之上 展开了一个窝口 足足有三四十公分深 一块十多公分厚的钢板 竟然被一刀切入了三四十公分 可见力道之大 锋刃之力 众人面色不由 陡然间倒吸口凉气 显然眼前的这一幕实在是出乎他们的意料 他们实在没想到 这把东阳刀竟然真的如此锋利 胡处长 怎么样 我没有夸大其词吧 德川长信哈哈一笑 无比自得地挺胸傲然说道 虽说你们华夏号称十八般武器 但是没有一样武器 能顶得上我们这把边角料宝刀 本集结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